7月17日的一段影片中 河南上菜公园到一号女业主 爬上烂尾楼的楼顶 哭诉自己的遭遇 7月14日 上千名西安业主包围陕西营保监局维权 要求查办银行违规放贷问题遭到打压 而西安义和方小区近300名业主 和高新区景林公寓100多名业主 自今年3月搬进至今复工无望的烂尾楼 在没水没电没电梯的毛胚房中艰难弃身 有网友指在烂尾楼现象中 地方政府拿走了土地财政和税收 开发商拿走了购房款 银行拿走了高额利息 而老百姓花光全家人的积蓄 住不上房 却还要缴房贷 连日来遍及25个省份 近300楼盘的中国烂尾楼业主 集体停贷 以维护自身权益 有分析认为 烂尾楼业主停贷的连锁反应 后果难以估量 不仅冲击房地产业 金融系统已将受到猛烈冲击 并危及中共政权 新唐人电视里运流方采访报道 新唐人电视里运流方采访报道